法华会上佛说 一切祝福如来 教化众生 说唯有一尘法 无二也无三 出福方便数 那我们就知道 佛说三尘 说二尘 说五尘 全是方便数 不是本怀 那佛的本怀 就是他本来的意思 他本来的愿望 是希望一切众生 在一生当中都称福 跟他一样 这是他本来的意思 本来的愿望 实在是因为众生烦恼太重 业障太深 他回不了头来 一尘他做不到 所以才方便讲三尘五尘 近代太师大师 长讲五尘 把水平往下讲 五尘是人尘 天尘 声闻 远求菩萨 一尘一尘向上提升 先教你把人做好 人做好 才能够升天 把天做好 才能够正阿罗汉 菩萨再往上提升 就是一佛尘 那才是佛之崩坏 都是希望大家一生成就 那么现在极乐世界 真的是一尘法 极乐世界没有三尘 没有五尘 阿弥陀佛的大愿 无论是哪一类的众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借座阿维悦至菩萨 阿维悦至是一佛尘 这还得了吗 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 满了一切祝福 度众生的本命 法赞比丘做了一桩大事业 大好事业 把一切祝福入来的心愿呢 都约满了 华言法华会上 会三尘归一尘 都约满了 再散时